中坚比徒 都想知道巴西的中坚比徒已经离队了 你自己认为会不会对球队的后防有什么影响呢? 暂时的影响还未看到 因为我们始终新一季只踢过一场对泰国的特罗莎莎的比赛 还用比赛看到骅身位置 骅身比赛 Werk 还有骅身比赛 骅身位置 骅中坚的陆冠方 appear 以及骅身的人让克力的意 意外尖的惊喜 以及骅右側和骅中坚的邓景皇 踢法很硬朗,如果踢中堅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加上进步的南文飞 所以选择是足够的 但如果今年科夫的重要性是加强了